韩国最新高中生恋宗大结局了 男女生互写情书表白 超甜情侣牵手成功 我真的不是在看纯爱偶像剧吗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绝 我又来讲韩国高中生恋宗 少男少女恋爱了 上期我们讲到 秀敏和东旭因为互选了 所以也可以两人一起去实现愿望清单 其实就是一对一约会了 秀敏在约会前一直很激动 满脑子都是东旭 回到女生宿舍后 她把昨天东旭对她的表白 告诉了好姐妹亚言 比如我会永远记得 你是我的初恋 亚言听完立刻激动到尖叫 这不就是屏幕前刻C皮的我吗 今天这还是秀敏和东旭 第一次单独约会 秀敏因为害羞 不敢和东旭对视 但是东旭这样就可以 光明正大地盯着她看了 两个人都说 和其他人约会的时候 反而话很多 现在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东旭憋了半天 竟然憋出来一句 你长得像爸爸还是妈妈 天呐 我的脚趾开始动工了 到了咖啡厅里 有只猫猫特别年秀敏 东旭竟然连猫咪的醋也要吃 他伸手把猫猫给抱下来 猫猫又自己挑回秀敏怀里 主打就是一个叛逆 秀敏小声说 现在有两只猫猫了 因为东旭也是其中一只 这种笔意也太可爱了 秀敏是真的很喜欢东旭 晚上和姐妹们谈心的时候 姐姐们都劝秀敏妹妹不要陷得太深了 千万不能成为恋爱里的乙方那么卑微 姐姐们给他来了个恋爱讲座 就是教他怎么欲擒故纵 拿捏男人 结果秀敏转头就把这些话全告诉东旭了 这还怎么做恋爱里的家方吗 秀敏问东旭的理想性是什么 东旭说 他并没有特定的理想性 虽然喜欢秀志 但那也不是理想性 只是喜欢的女演员 因为东旭一直是母太单身 秀敏又问他 怎么不交女朋友 东旭觉得谈恋爱不代表一定相爱 他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所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恋爱的想法 不过 除了你以外 这句话杀伤力也太大了 秀敏原本悬起来的小心脏 瞬间被击中了 然后东旭又在持续输出 说自己只是按照所感觉到的和新的方向 说了实话而已 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秀敏就是特别的 他就是觉得跟秀敏之间有爱情 秀敏当然也是啦 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呢 东旭觉得两个人的故事很像电影 以后还想要自导自演 把这个电影拍出来 这情话听得观察是嘉宾都受不了了 小猫咪都被他们俩逆跑了 另一边 优力和俊荣也互选成功了 一直存在感超低的优力 总算多了几个镜头 他们这队的约会就很欢乐了 又离每次想到俊荣都会忍不住笑 又离的愿望是在节目里留下美照 俊荣身为模特专业的学生 当然是陪他拍一拍拍的 看照片的时候 俊荣可以从又离背后直接看 这个深高差真是绝了 完全就是少女漫画的感觉啊 东旭和秀敏约好 在社区媒体上涨粉更快的人要受惩罚 那就是去找对方 秀敏已经在设想 东旭来德国找他的场景了 甚至在思考 德国好像没什么好玩的 东旭却觉得 只要秀敏能弹钢琴给他听就足够了 两个人就连画大饼的时候也这么浪漫 而东旭的愿望清单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延长和秀敏在一起的时间 现在两人能够一起约会 也算是实现愿望了 在回去的车上 秀敏问东旭 为什么会喜欢自己 东旭说 自己一开始其实不了解秀敏 没有了解到他的魅力 还以为他是很安静摸不透的性格 后来是被他弹钢琴似的魅力迷住了 而秀敏也实话实说 刚来的时候因为东旭不是理想型 所以完全没感觉 但是随着逐渐了解他这个人本身 就慢慢喜欢上大了 秀敏还提到他爸爸曾经说过 如果他交了男朋友就不准他进家门了 东旭听完只觉得压力超大 现在又是一国又是岳父 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啊 惠成和雅岩也互选了 他们俩去了宠物食品工坊 约会一直在下雨 但是因为要在户外喂狗 两个人都被淋的手忙脚乱的 惠成主动帮雅岩撑伞 就算很狼狈也笑得很开心 剩下四个没有互选的小可怜 也一起出去玩了 成云是因为昨晚缺席 所以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不然他也能和惠人互选约会了呀 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 其他人已经在家做饭了 孤单四人组就假装 丽媛和成云吵架了 还让民间跑来告状 结果大家竟然真的信了 成云进厨房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看眼色 丽媛也装作很严肃的样子 没想到惠成这时竟然挑出来了 他单独把丽媛叫到了练习室去谈戏 民间见识不妙 赶紧跑来解释 是假的 惠成那个尴尬的呀 脸瞬间通红了 不过惠成也确实有其他话要说 他很诚实的告诉丽媛 自己跟亚言更有话聊 现在也对丽媛道了歉 虽然这样会有点伤人 但也是最好的办法了 因为节目快要结束了 秀敏和惠成都是学钢琴的 就想要在最后一天表演合斗 两个人在练习室弹同一架钢琴 虽然并没有任何暧昧 只是单纯的练习 但东旭这个醋坛子 还是瞬间上线 他躲在门后面偷听就算了 还自己偷偷鼓气 秀敏追上去开玩笑哄他 让他演戏给自己看 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和惠成一起练琴 东旭那点小情绪 马上就消失了 这个猫系男友 还是很好哄的嘛 不知不觉就到了最后一天 大家吃完早饭之后 惠成只是一个眼神 亚言就懂了 两个人单独溜出去散步 之前亚言因为保龄球输了 答应可以给惠成实现一个愿望 而惠成今天终于选择了对线 他想让亚言陪自己拍大头贴 而且必须是这个爱心的动作 女生宿舍那边 大家都在互相分享少女日记 之前大家互相拍了很多照片 现在各自都有了喜欢的人 就开始各自瓜分了 秀敏拿着东旭的照片 看得入迷 竟然还亲了一下 妹妹真的别太爱了呀 大家商量之后 打算去海边玩 为了做便当 把冰箱都掏空了 每个人都在帮忙 做擅长做的食物 丽媛做了个豆皮寿司 塞进惠成嘴里 而惠成身为唯一会做饭的男生 就更忙了 不光自己得做饭 还得指导其他人 实在是太辛苦了 俊荣趁着做便当的时候 把优利叫出去拍大头天 他们俩的身高差 能解锁的姿势可太多了 就是要同时挤进镜头里 有点飞机 大家一起去海边玩的画面 太青春了 他们在沙滩上写字 在海面打水漂 还能追着海鸥跑 不论做什么都很有意思 突然就有一种 小伙伴们穿游的感觉 围着夕阳排过招后 大家又坐在一起 吃亲手做的便当 这种氛围就很让人向往 回到小屋之后 节目组竟然准备了电视机 一看就是要开启回忆杀了 优利在这几天 一直在自己拍视频 现在她把拍的那些片段 剪在一起 当做礼物送给了大家 视频里的音乐也是她找民间自己录的 她是真的很有心 兄米因为看到自己出丑的画面 疯狂捂住东西的眼睛不让她看 小情侣打打闹闹 又变亲近了很多 男生回到小屋一起吃炸鸡的时候 兄弟们突然发现 会成的手机壳后面有哑炎的照片 而女生那边在吃夜宵的时候 男生都出现在了窗外 大家都冲出窗面查看 那个炒面也太像罗密欧与朱利耶了吧 效果闹过之后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早上 每个人都要去阁楼上写下最后一篇日记 优利来节目之前 总觉得自己不合群 像外星人 但是来这里之后 感觉和大家都相处的很好 他舍不得和大家分开 写着写着就哭了 如果时间能倒流 他想把那个钥匙扣娃娃送给俊荣 假如两个人的故事能早一点开始 一切或许就不一样了吧 而俊荣觉得在节目里最大的收获就是 朋友们的体验感情和笑容 而他在如果时光能倒流的那个问题底下 写的竟然也是 想要从第一天开始就和佑丽变亲近 他们俩就是来定来的太晚了 俊荣是在放弃了秀敏之后 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和佑丽很投缘 在很多时候 他都会不自觉的照顾佑丽 比如偷偷给沙发上睡着的他盖毯子了 下雨时帮他打伞了 还有厨房里也一直在帮他的忙 不知不觉两个人就有火花了 民间作为后来加入的成员 除了一开始选了秀敏去抢人失败之后 他就像是完成了黏鱼工具人的使命 从此在感情线里查无此人 在小屋里除了做音乐就是做音乐 其他人参加的都是恋宗 只有他参加的是殷宗啊 惠人的日记本里 成云的名字出现了超多次 之前成云因为受伤而离开了几天 他在小屋里就一直在问成云 都快把自己问成一块忘腹石了 他会记得成云喜欢吃西瓜味的冰淇淋 也会跟着成云一起去照顾他最爱的猫猫狗狗 现在虽然要离开了 但他希望还能跟成云继续在首尔见面 两人的故事不会就这样结束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他想回到最初的那一天 成云看着自己之前写的日记 心情非常复杂 他来到小屋后 因为性格有点自闭 再加上其他人都至少会一样乐器 只有他啥也不会 所以他能做的就只有洗碗和喂狗 他总觉得和这里格格不弱 但是他受伤了一天再回来 大家却非常热情的欢迎他 还会很真诚的说想他 成云从这时开始 才慢慢融入大家 所以如果时间能够倒流 他也想要回到第一天 希望能和大家更积极的相处 原来这孩子还有这么多小心思呢 他录完节目 关系最好的竟然是那只叫团团的狗 纪念大头帖也是包着狗拍的 要不是规则不允许 我都觉得他其实最想给狗写情书 本来成云随口提了一句 等一下要和秀敏拍大头帖留纪念 但好兄弟的爱情卫士会成就跳出来了 秀敏也不随便跟别人拍照的 因为在男生里 秀敏到现在为止只跟东旭拍过 也只想和他一个人拍 在节目里 秀敏是年纪最小的妹妹 大家都很照顾他 也都习惯了叫他公主 如果时间能倒流 他选择了第九天 因为那天他没有和东旭说什么话 秀敏原本想和东旭在海边多聊聊 但东旭总是隔得很远看着他 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就僵住了 其实东旭只是单纯的害羞而已 还好两人很快就把话说开了 秀敏想回到那天 主动多和东旭说说话 两个哀人谈恋爱 实在是太难了 而东旭想要回到上钢琴课那天 他就是被秀敏弹钢琴的样子给迷住了 两人的缘分也是从那几课开始的 雅言也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朋友们 他希望大家下了节目 也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努力生活 也要继续保持联系才行啊 或许他日记本上画了个哭哭表情 然后贴上了朋友们的大合照 如果时间能倒流 他选了第七天 因为那天他和雅言出去单独约会了 也确定了对雅言的好感 丽媛今天的心情一直不太好 就连大头贴也没有去和姐妹们拍 如果时间能重来 他想从第一天开始 不再只关注会城 从最初就关注一下其他朋友们 相比起受伤的爱情 还是在这里收获的友情更加珍贵啊 退完累过后 大家就要背上书包 离开小屋了 丽媛的妈妈开车来接她 丽媛还开玩笑的 让妈妈在男生里找找谁是自己的男朋友 然后他拉着成语就开始演起来了 成语和其他人也很配合 把丽媛妈妈都给唬住了 在离开前 每人都寄出了一封告白信 雅言和惠成竟然在釜山再次相见了 而且惠成还给他带了一束花 你小子确实很会嘛 两人都是在慢慢试探之后 才确定了选择对方 现在能够成为最终情侣也是不容易啊 他们坐在海边吃冰淇淋 雅言把自己的勺子喂了惠成一口 完全不拿他当歪人嘛 雅言随口提过自己很会织毛线 而惠成恰好也会 于是他就在小屋里用两根筷子削成针 亲手织了一条娃娃用的小围巾 并且在最后分别的时候送给了雅言 这种话谁听了不心动呀 而东旭和秀敏这一对当然也成了 两人穿着白衬衫的背影真的太美好了 完全就是少女漫画的主人公 秀敏很直白的说 我想你了 东旭当然也是了 两个人毫不隐瞒的说着想念 随口一句就是顶级情话 秀敏说 我每天就是弹钢琴和想你 天哪 妹妹你才高一夜 怎么正这么会说情话了 东旭送了秀敏一个 长得很像自己的玩偶 秀敏决定要把他带去德国 两人都在告白信上说 这段感情是他们的初恋 字里行间都是心动和喜欢 这种纯粹的感情也太美好了 希望他们不要被一国恋而打败呀 去德国之前 两人还在约会 东旭一直保留着秀敏的照片 而秀敏也把印了东旭照片的徽章 带去了德国 如果他们真的能够修成正果 该多好呀 雅言和惠成在约会时去了沙滩 还在沙子上写了两人的名字 然后又一起去逛街唱歌 虽然雅言的手机拍摄技术很陡 但画面里满满都是幸福 这不就是小情侣约会Vlog吗 他们一个在釜山 一个在青州 约好了要经常去对方的城市玩 还决定要一起去手玩 节目组在最后也补上了两人的后续 他们在下了节目之后 暧昧了一段时间 但这次线下约会后 已经决定要正式交往了 所有人在结束节目后 也还有重聚 霍成和雅言肯同一个冰淇淋 其他人都表示磕到了 而秀敏就算远在德国 也在想念东旭 东旭这小子也主动找节目组 要了秀敏在德国的住址 然后给他游记了 自己定做的照片包枕和毛毯 秀敏收到后也决定要开始 距离并不重要的爱情 希望他们这对也能有个好结果呀 少男少女恋爱的全部整片内容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高中生们的爱情 真的太让人心动了 喜欢我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还想看我讲什么综艺 也可以发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再见